伊能静白哭一场,刘文正证实假死,发布死讯的经纪人改口称还活着。 2月16日,据台媒报道,刘文正被证实假死,发不起死讯的经纪人夏玉顺时隔一天改口称他还活着,消息一出,外界震惊不已。 昨天,夏玉顺接受采访,他透露吸引多年的刘文正已在美国去世,死因是心肌梗塞。 他并发誓只有一个人在家,身边没人陪伴,姐姐第二天发现他时已回天乏术。 谁也没想到,夏玉顺会在第二天改口,彻底推翻自己前一天说的话。 夏玉顺在16日受访时表示,刘文正得知死讯传开后,主动打电话联系他,他也傻眼了。 刘文正确实发生过心肌梗塞,但幸运被救回来了。 刘文正之所以诈死,是因为有人出20亿邀请他付出,他不愿意,干脆放出假死消息。 尽管刘文正尚在人间,可他永远不会见人了。 虽然依能静白哭一场,琼瑶无端被骗,但知道刘文正还活着,相信他们应该会很开心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